复兴客机这鬼地点附近这栋21层楼的大楼 差一点就受到食欲之殃 我们从制高点来看 当时失势的客机 差一点就撞上这栋大楼的避雷针 大楼工人在避雷针附近忙着赶工 一旁做好防护措施 就在4号这栋大楼顶楼工人亲眼目击 失势扳机异常低空飞行 只差3公尺差点撞到大楼避雷针 即使可能为了闪避 直接90度大旋转 意图迫降最后坠入基隆河中 被差点到那当然就整个毕业针就毁了 然后是不是旁边可能会被扫到也说不定 已经听到声音了 只知道他们都过来往这方向去 就从这个大楼中间过去 差点被客机撞上的这栋大楼 就在河堤旁临近其他豪宅 位在南港软体住宅区 而这里不少大楼都有十多层楼高 如果飞机真的撞上去 恐怕附近的豪宅都会遭殃 就连不到几百公尺的中信金总部 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好在有惊无险 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最好的就是把天机场 南港软体有不少企业上班族都聚集在这里 附近新城屋房价一坪摇70到80万 中古屋也有50万行情 房子很抢手 不过房众认为空难只是属于意外 南港不是航线规划地区 并不会影响房价 但毕竟空难造成超过30名乘客无辜丧命 短期内成交量将受到考验 记者林东明 邱思琳 台北 采访到